好多朋友想让我讲讲李佳琪的事 然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惊讶 不是惊讶于她在直播间说了那样的话 而是惊讶于居然有很多姐妹们感到伤心 没想到这么多人会说 怎么会这样啊 不能接受她这个态度啊 有什么可惊讶的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我早就想到了 难道真的有很多人以为李佳琪 还是那个当年从站柜台做起来 在直播间卖力化口红的男孩子吗 就比如说一个大V 当初是穷游做起来的旅游节目 现在人家一年都争那么多了 还在穷游 我真的有人信啊 再比如小什么哥 还有什么拍乡村生活的 都挣那么多了 还能再过她拍的生活吗 行行吧 有人说理解李佳琪 听说啊 近来她卖货卖的没有原来多了 赚的少了 所以心情不好才脱口而出 当被问到关于79元一直没笔的时候呢 一不小心吐噜嘴了说了一句 什么你们不想想 什么你们不努力呀 你工资怎么怎么样的啊 怎么说呢 理解她的心情 我是挺理解的 毕竟可能是人家心情不太好 平时赚大钱的人 还在这跟你撒瓜俩嫂的计较 多没意思呀 确实心情波动说错话的 但是脱口而出 无心说出来的话 才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啊 我们这些普通人跟李佳琪不一样了 人家一年都是以亿为单位的 咱们呢 所以别以为她叫我们姐妹们 我们就真的是人家的姐妹 过去呢还能装一装 现在人家真的是装都懒得装了 以为稍微放飞一下 自我也没有什么的 多半是觉得 这帮美丽的韭菜 人傻好忽悠 说几句也没事 结果没想到一下扎心了 或者说她也没想到 真的有那么多人是当自己是她的姐妹的 事情就这么个事情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我看到退休前主编发话了 说我们应该允许人说错话 就是原谅她吧 那意思 我认为原谅不原谅吧 这个东西很主观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真的被她伤了心了的姐妹们 有足够的理由不原谅 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取关她 但是如果想得开的姐妹们 也可以继续关注买口红买眉笔 所以这个东西吧 不需要号召呼吁 我们就应该原谅她 网上卖货的主播多了 少了她一个还有后来人吗 要问我的看法呢 我是看不惯这种有点钱就得瑟就飘了 还瞧不起人的主播的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可骄傲的啊 就是发个道歉视频还哭哭啼啼的 更让我觉得虚伪 她真的会哭吗 只是因为品牌方的压力 因为舆论的压力 说白了就看钱的份上呗 真的是因为自己做错了吗 我怀疑说白了就不信呗 我觉得她现在是忘本了 忘了自己的初心了 其实她最应该感谢的有俩 一个是咱们国家的发展 如果不是这样 她是怎么感受好事 或者怎么发达的 所以希望她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好好的回馈社会 按规定交税 另一个呢 就是感谢我们所有的普通的网友 她口中的姐妹们 我们有多少女性同胞 就是在她的直播间里 跟着她一起快乐购物 一直一直口红的买 得罪了老公男友们 摆满了化妆台 当然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都是理性购买 今天早上看到这个事情呢 我还特别审视了一下 我自己的眉笔 说实话真不到79元 我真不觉得79元就少到 我们可以眼都不眨的去买 可能对于她那样的大富豪来说 79元啥也不是 但是我们普通人 还是要精打七算的过日子吧 不是说我们拿不出来 是因为我们就是要好好想一想 问点问题有什么错吗 至于为你羞辱一番 还要嘲笑别人不涨工资吗 咱说挣钱多少 跟很多因素有关 比如说能力了 比如说运气了 李佳琪你也挺努力的 但是不可否认 你就是运气超好那会的 你的成功可以说是极少数 不可复制的成功 那你赶上了风口 我们没那么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无能 就是我们不努力吗 有些话憋在心里好久了 我也想再多说几嘴 关于算是自媒体的乱象吧 各位博主们做不同领域的视频 或者直播逐渐做的很大 有点名呢 有粉丝捧一捧就飘了 就忘了自己姓啥了 有的在直播间 别人跟你观点探讨 一点耐心也没有 只要跟你观点不一样 动不动就骂人 还可能给你扣个帽子 有的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逛游 还老以老实自举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还有的就跟李佳琪这样的 嘲笑粉丝穷 文化水平低什么的 我就想说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自大呢 自媒体就是咱普通人 自己做做视频 做做直播 跟大家分享点观点 或者自己的生活 有人赚到钱了 有人被资本捧一捧 就觉得自己了不地了 人钱装一装 粉丝是家人呢 人后就喊粉丝是认知低的傻子 或者随便忽悠一下 就给打赏了韭菜 可是这样的人呢 反而在网上玩的转 比老实人转的多的多 多了我也不想说了 反正看到的博主们 有的改制物责加免 顺便可以对号入座 看到的各位粉丝们呢 真的要擦亮双眼 谁在立人设 谁高货在上 谁是有剧本的 顾着演员的 别等到像李佳琪这样 真的一不小心羞辱了你 你才知道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啊 是这么想我的呀 我的建议是 在网络上少搞个人崇拜 少玩饭权文化 多关注一个人的观点 别轻易给他贴什么标签 要不然到时候受伤害的 可就是被称为家人们的粉丝了